今天是8月的20号 星期 上午的6点09分 现在记者正在 收听一首歌叫 累的小雨 累的小雨 我们今天 社长开骂 就是骂的科批科市长 你看这首歌的意思 分不出是累还是 你科文哲 你科批科市长 你分不出是 市政的恩怨 还是私人的恩怨 台北市你执政 两年来 老百姓商家 记者采访了那么多 各商圈的商家 每个都是古哈哈 你知道政府的存在 就是要抽老百姓的税金 你阻挡了老百姓的税金 老百姓也没办法缴税给你 整个市政都没有经费 没有金钱在这边 经营推下去 你编列预算也都是怪怪的 各商业活动都 非常非常的办得非常糟糕 不该办的你办 该办的你不办 像流露面节你不办 像其他的节日 也没有几个人去看 你怎么做那么烂 柯市长 但是呢 我也感谢你 我三年前 8月23号 我在台大医院急诊 那时候你还做急诊科的主任 还在做急诊主任 我到了台大医院急诊开刀 三年前 我当初也是希望你当选 希望你好好的做 希望你对台北市政有建设 因为台北市很久都没有什么建设 什么方面的活动 希望您在台北市有所作为 结果呢 大家老百姓呢 本能出去到各大山间 各大夜市 路客不来 你也没对策 路客不来 你没有任何对策 所以说以至于台北市 包括101你看都没什么生意了 惨淡的经营 你想想看 这个社会很现实 你是反三情节 你的心态是什么心态 我们是不懂 但是你做一个执政的首长 就是要把市政做好 如何带动经济的防荣 如何帮助弱势的老百姓生活改善 把这个老百姓呢 带到一个富裕的生活 但是没有越做越穷 越做越穷 所以老百姓是痛恨你 痛骂你 你必须要加以言得的改进 你再过两年 你绝对没办法当选了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因为现在的资讯太发达 资讯太发达 今天社长开骂的活动 不是针对你 你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但是你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市长 你必须终结你的私人仇恨 私人仇恨 你看看远翔本来就可以继续迎 带给政府那么多的税收的裁员 你阻止他 这么好的流露面活动 吸引了全省的旅游客来台北观光 然后全世界的旅游客都来台北吃流露面 尤其中国大陆 中港澳的旅客 都来这边吃流露面 你却给他封杀他 不办不办这个活动 你损失了多少的经济的效益 政府是开税当 开发票抽税而活的 那你做政府干什么 苦的是老百姓 没有生意做苦哈哈 你一个人在那边自肥 你有多人干 我不相信你一天二十四小期 你有多人干 你顶多干这一届 但是你毁掉了台北市 你毁掉台北市市田 希望你能赶快改进你的策略 把私人恩怨统统统给他终结 把专心在开发市政上 那些 LKK的官员 尤其是你们新闻处的 新闻处的 市政府今天最大的狗病 就是 没有新闻局 新闻处 新闻处裁掉以后 被个马 马政府 这个王八蛋的马政府 裁掉以后 我们要去采访都不知道找谁 找谁 你看现在连行政院马上改进 成立一个新闻处 本来叫新闻局 现在成立了新闻处 你还不赶快成立一个新闻处 专责新闻 请问你 你不赶快善待媒体 你不赶快善待的媒体 媒体到里面来采访 连杯水都没有 你这个叫朋友吗 代客知道 像新北市客家人 对老百姓都很好 来这边办活动 还会奉茶 还会奉个茶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礼仪 人与之间忍心 包括台北市民都可以感觉得到 非常可怕 记者为什么要跑新北市 做新闻就是要比较 做新闻就是比较 你新北市有什么建设 台北市有什么建设 新北市有什么好康 台北市有什么好康 结果台北市一点好康都没有 结果新北市 永远都是 迈向 这个 开发中的城市 一天比一天的好 台北市一天比一天的烂 这个 这个 你再不改进的话 你过了四年后 你是台北市民 你想住这边 大事我都不相信 这么烂的城市 谁会去住 你们这些只会自私自利 图立自己 图立自己的人 非常的混蛋 你们这些人 希望你多关怀一些 弱势的人 这个今天是社展开卖的报导 那我加了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